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德國總理蘇爾茨4號率領德國企業團訪問北京 相關話題至今仍受到討論 而有關蘇爾茨與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晤的細節傳言也一波蕩漾 外媒報導 習近平與蘇爾茨會面時僅用了一句嘿 你好 稱呼蘇爾茨 被解讀為皇帝接見臣子 也有人認為是有疑問後語 象徵兩人的交情 不過有評論指出 習近平接見蘇爾茨背後的動機 深藏著中共外交的大戰略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表示 蘇爾茨11月4日在北京與習近平會面 一見面 習近平第一句話並未以蘇爾茨的姓名或職稱向他打招呼 而是用了一句嘿 你好 帶過 接著 習近平伸手示意蘇爾茨 簡短說一句 我們照個相 隨後 習近平又詢問蘇爾茨 你們還順利吧 這段影片曝光以後 報導解讀為習近平表現的神態自若 佔據了主導地位 蘇爾茨只能被動配合 也有網友嘲諷 蘇爾茨見習近平的模樣 有如兒臣被皇帝接見 中國裔藝術家巴丟草更是畫了一幅習近平站著 神手接近趴跪在地上的蘇爾茨插畫 嘲諷兩人的尊卑關係 不過 也有評論以及網友認為 習近平會見蘇爾茨時 是以嘿 你好 照個相 向對方打招呼 這是一種象徵兩人友誼的親切問候方式 而且 如果真有皇帝接見臣子的意味 估計皇帝也不會以你好和臣子打招呼 但另據中國新聞評論員管瑤指出 他觀察到 中德領導人原預定於談45分鐘 但實際的會談時間幾乎延長了一倍 這一細節證明 蘇爾茨充分接收到 並肯定習近平讓中國大市場成為世界大機遇的信息 不過 資深媒體人 自媒體 世界的十字路口的主持人唐浩提醒道 無論是皇帝接見臣子也好 還是友誼問候也好 最重要的是 要看習近平接見蘇爾茨背後的動機 也就是中共的外交大戰略 10月30日 越南共產黨總書記阮富仲率團訪問中國 並在第二天與習近平會面 對此 中共官媒新華社聲稱 越方堅持奉行一中政策 堅決反對台獨 不與臺灣發展任何官方關係 但越方在後來的通稿中 對前授內容隻字未提 10月1日 巴基斯坦總理夏利夫訪問中國 2日 會見習近平 外傳 中共中央承諾暫緩巴基斯坦償還40億美元的貸款 對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其號沒有直接證實 但稱中方過去 現在和將來都為巴基斯坦穩定的金融形勢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英國《金融時報》9月曾經報導 近年 中共向面臨金融危機的國家提供數百億美元的秘密緊急貸款 這些貸款是中共價值8380億美元的一帶一路項目的一部分 自2017年起 三個接受中方援助貸款最多的國家 包括巴基斯坦 斯里蘭卡和阿根廷 總共獲得328.3億美元 緊接著11月4日 德國總理蘇爾茨率領德企代表團也訪問中國 新華社宣稱 蘇爾茨是中國二十大召開後首位來訪的歐洲領導人 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週年 希望推動中德 中歐關係取得新的發展 此外 日本共同社7日又報導 多名外交消息人士透露 中日兩國政府正研你兩國領導人會談的可能性 若習暗會能成 將是中日首腦 繼2019年習近平在北京與日本時任首相安倍晉三會面後的首次會晤 也是岸田文雄上任後首次與習近平會談 對於習近平的上述密集的外交活動 不由得引發了外界關注 除此之外 近日轟動國際社會的事件 當屬朝鮮出動近200架戰機 屢次發射彈道導彈 僅上週一天的飛彈試射 就創下單人數量最多的記錄 習近平接下來還有一連串面積的外交出訪 究竟習近平在盤算著什麼新的外交鬥爭戰略? 唐浩以朝鮮為例指出 10月2日 朝鮮從早上到下午不斷瘋狂地發射導彈 總共射出25枚導彈 創下史上最高記錄 雖然這些導彈幾乎都是短程導彈 成本比較低 但是光這一天的導彈費用就起碼燒掉了5000萬到7500萬美元左右 這個金額相當於2019年一整年 朝鮮從中國進口到米的費用 換句話說 朝鮮人民糧食吃不飽 金正恩卻導彈射到飽 原本中二十大以後 全世界焦點都聚集在習近平的戰鬥班子 是否攻打臺灣 但現在半路殺出個金正恩 並前所未見的火力全開 燒錢射導彈 這能是巧合的嗎? 日本退彈將領推測 會有兩個原因 一是 金正恩對美韓聯合軍演表達不滿 二是 其藉此來對國內宣傳說 他切實擁有阻嚇美國的能力 唐浩也認為 有上述的兩種可能 我們想想 現在國際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衝突有哪些? 一個當然是歐洲的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戰爭 另一個就是中共與美國和臺灣之間的台海角力對抗 以及美國和中共之間的全方位對抗 目前 中俄兩大軍事強權都在試圖挑戰國際現有秩序 都想要通過發動戰爭 要改寫由歐美國家主導的地緣政治遊戲規則 那麼 這個局面是不是就是一個有機可乘的博弈機會? 唐浩指出 美國已經被俄羅斯跟中共兩個老大哥綁住了手腳 分身乏術了 現在 它出來射導彈鬧事 雖然國際形象會更糟 但是 對它的利益來說 卻反而可能是個翻身的博弈機會 而朝鮮這次可以放瘋狂動物 就是中共在背後全力指使 配合 這樣做呢 中共就可以從美國 日本和韓國的手裡 賺取調停衝突 當中介前客的利益 同時又可以提升中共在國際上和平形象與影響力 唐浩認為 自習近平在二十大連任以後 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外交 重新修補跟世界各國的關係 以避免其新任期會陷入暗無天日的孤立局面 習近平接見德國總理也是如此 習近平提到了烏克蘭戰爭 而且表態支持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 支持重啟談判 很顯然 其實在拿烏克蘭戰爭來賺取國際形象 但是詭異的是 習近平談到歐洲戰場和平與安全 卻隻字不提朝鮮半島和緊張升溫的朝鮮核武危機 令人玩味 另外 最重要一點是習近平目前的國際外交大戰略 據唐浩表示 在二十大之前 習近平就搶先出國訪問 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 參加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是要拉攏中亞國家和俄羅斯戰隊 現在 越共總書記才剛剛訪問中國 德國總理又帶著一批企業巨頭訪問北京 然後習近平還要出席G20峰會和APEC峰會 還要到沙特阿拉伯訪問 這連串面積的外交出訪 其實都是有序的鬥爭安排 我們不清楚習近平用什麼方法招安了舒爾茲 但這次 有12名德國知名企業的CEO都陪同舒爾茲訪華 很顯然 就是中方已經承諾要給訂單了 換句話說 就是中共要對歐洲國家誘之以利 唐浩點道 習近平會見舒爾茲以後 中方馬上與法國的Airbus集團簽下一筆大單 要採購140架客機 總金額170億美元 請注意 Airbus雖然總部在法國 但是它背後的大股東可不簡單 法國政府和德國政府都持股超過10% 西班牙政府也持股超過4% 從另一個角度可見 中共接下來會繼續大撒幣和大採購 來吸引外國政府 特別是讓美國盟友們向中共靠攏 近日傳出習近平準備前往沙特阿拉伯訪問 眾所周知 沙特王室現在跟拜登政府的關係非常不好 拜登一直要求沙特增產石油 沙特反批是拜登政府自己兼產美國石油 才讓油價飆高 很顯然 習近平會選擇前往沙特訪問 也是看中了沙特跟美國之間的矛盾 是可以利用的分化機會 同時 習近平也可以跟沙特談大批的能源訂單 讓沙特把大量石油賣給中方 不必看美方臉色 而中共也可以借這個機會來囤積能源 為將來發動戰爭做準備 唐浩表示 二十大以後 習近平組了一個五大郎班子 後來國內外一片罵聲 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傳媒和評論者 對這個班子投以好感 抱有期望 甚至親共的傳媒 除了一般性馬屁文章之外 也無法對這個新班子寄什麼希望 習近平對自己班子又有什麼期望呢?二十大剛過 似乎真的有一點心油 一是外交上來了越南 德國等國家元首 一改今年的外交悶局 二是農村合作社供銷社全面鋪開 城市軍委會試點包辦市民生活 三是國企與民企深度結合 開啟資本主義工商改造的新政 外交上突然熱鬧 是要營造二十大後 中共取回外交主動權的氛圍 近年 美歐各國一堆臭臉孔 中共為擺脫被動局面 祭出了市場吸引力這個法寶 引誘少數外國政府作為交易 二十大前私人把來訪都安排在了二十大以後 目的是要營造一種萬邦來潮的假象 各國元首各懷鬼胎 看準中共國的不利處境 更好要價而已 中共網際不堪 心懷頗測 越南虛與威夷 德國要錢要面子 榮景只是虛火 但要活下去總得有多少做多少 城鄉兩地的社會主義大倒退 到習近平手上集大成 明火執障 把事情都講明白 做透色了 經典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土地上早已不復存在 各界所能的暗牢分配早成空頭獎章 有暗牢分配就不會有6億人月收入1000元 而權貴家族動責百億身家的那種事情 現在是以社會主義之名 行權貴專制之時 剝奪中國人的基本權利 囊括中國人創造的巨量財富 以維持權貴家族獨享的體制 直到子孫後代 一言以蔽之 習近平的新政只有三個字 便是活下去 眼看著活下去不容易 更要專注一次 所以 一個看起來沒什麼大作為的班子 立足於英服危局 立足於管控社會 站在他的立場 也是言之成禮的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請訂閱 按讚 我們欣賞 追記住 李宗盛 會載的電視 刺激 調整,厚刺 站立就是他臨自傷的 Paradigm作世界,而且就兩位住人 小心一起抓集團 我們回到你 下山平的期望 請問,î 期待看看 《通過中的第一天 明天後面也有關注 justice的經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